居然我想请您告诉我您这一次到泰国区的目的 这次我们到泰国区 我们希望去看一看当地玉米市场的情况 研究怎么样子改善今后对泰国买玉米的技术 因为大家在报上看见很多的新闻 讲到最近中泰两国玉米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业者方面也有很多的意见 他们也反对再向泰国采购玉米 但是在我们在国际贸易局看起来 中泰两个友邦 我们这个中间的贸易总应该要尽量地维护 要继续扩大才对 我们不能够停止向泰国去买玉米 但是为了要继续维护这一个贸易 两边的手续 从两边的处理的程序 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改进 来避免像这一次所发生的这个不愉快的情况 那么我们想去做一个实地的了解 总监事刚才王局长已经飞往曼谷去交涉 有关中泰玉米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在我们国内的业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今天这个王局长为了我们这个中泰玉米的协定 遭受到不愉快的这个发生 我们表示这个非常遗憾 我们中泰玉米协定签的时候 是为了这个价钱的安定 所以签这个协定 那么现在呢他们片面 毁约了是一种 在合约上是没有根据 在国际贸易上它是违反倒议 那么基于这个协定呢 有次不得了 我们希望王局长此行呢 能够完完整他的任务 假使不能够得到这个完美的这个角色的话呢 我们中华民国的业者 我们因为应该改向其他地区啊 这个来采购 我们不希望再与泰国来接受交往 那么李市长对于这个问题 您的看法是什么呀 我们的看法 希望我们业家持有 强大要持有买卖 这个比较我们业家旅程啊 很好的这个结果 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不要 完全依赖这个泰国的一个市场 是的 好的 那么林彦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就是说 赞成这个李市长的这个意见 就是说我们从今以后啊 来这个开放 我们可以的自由这个地区呢 我们可以自由来买卖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个 签业这个当中呢 我们损失了不少的这个外汇 同时对我们业者的立场呢 我们呢这个 每个公司也损失不少 那么这一点呢 这个希望在这个以后 政府的指导之下 我们才能够开放 比较好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几位来接着我们